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2022年对于医疗服务机构而言都是非常难熬的 一方面因为疫情线下医院或多或少遭遇风控影响 另一方面医院还需要抽掉人手去做核酸检测 因此绝大多数医疗服务机构2022都表现不佳 尤其是需要动手术的严肃医疗业务可以说受损严重 不过不同于其他行业 医疗可以说是刚需中的刚需 需求可以被延迟 但绝不可能消灭 甚至还会出现越往后拖症状越严重 需求越旺盛的情况 因此到2023Q1 当绝大多数行业仍处于下滑若恢复状态时 终端医疗服务机构交出的成绩单却一个比一个好 真真是没有对比则没有伤害 同海尔生物一样 银康生命也属于海尔集团的一员 在2021年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后 公司体内就只剩下三甲医院四川有益 二级综合医院重庆有方 二级肿瘤广资医院三家经营得非常好 正常情况净利率都在10%以上的优质医院 以及配合医院资产 肿瘤加康复的医疗器械资产 2022年是疫情风控最不正常的一年 因此银康生命的业绩比较拉垮 医院板块实现收入9.97亿元 同比负3% 进一步拆分 四川有益医院实现收入4亿元 同比11.8% 重庆有方医院实现收入0.8亿元 同比12% 苏州广资实现收入5亿元 同比正5.4% 此外还有少数托管医院业务 母公司海尔集团的医院 未来都有希望纳入上市公司体内 半战营收比重过少 不说也罢 好在虽然医疗板块受疫情冲击较大 但医疗机械板块却开始发力 2022年实现收入1.6亿元 同比正158% 占公司营收比提升至13.84% 因此拉动公司整体营收 同比略微增长6.09% 达11.56亿 虽然医疗机械板块 有并购圣诺和爱里科森代理的增量 合计约4447万 但即便剔除这些也是高速增长的 考虑到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 加码刀近代配置证问题解决 公司你通过自研 头体一体刀直线加速器 在研中加并购的方式 逐步透宽产品布局 提供设备家平台家服务 一体化解决方案 2023年医疗器械板块收入 有望继续double PS银康生命2022年的利润是假的 看营收即可 因为商誉简直即提了6.7亿 而商誉这种东西本就是个数字游戏 因为该花的钱早就花出去了 啥时间减 减多少 几乎全凭公司心情 在医疗器械板块高增 以及中端医疗服务 诊疗人次恢复的情况下 公司2023QE的成绩 迎来180度大转变 营收3.61亿元 正35.09% 归母镜利润0.4亿元 正64.07% 根据公司的说法 医院手术类业务复苏非常明显 比如胸外科手术量 同比正46% 其中三四级手术量 同比正95% 此外 医疗器械板块的表现 也非常亮眼 2022年 占公司营收比 还是14%的样子 2023QE就算到了28% 除了逆天 已经找不到别的形容词了 本来公司体内的三家优质医院 就可以理解成永续性增长资产 未来长期稳定增长 基本无忧 而大股东孩儿体内 还有其他不少医院资产 孩儿间接控制参股的医院 共15家 包括综合医院2家 肿瘤特色 专科医院5家 康复医院2家 养老护理院5家 高端诊疗医院1家 未来都有往陆续装入银康体内 此外 银康本身还会通过 兼并收购加自建的模式 开心医院 底下近期突飞猛进的医疗器械业务 我们完全可以对银康生命 未来的业绩更乐观一点 银康生命背后有海尔集团 三星医疗的背后 则有奥克斯集团 嗯 能在医疗服务这个高门键 高投入领域 烫出一条路来的 基本都有点来头 不过 不同于银康生命体内 全是医疗业务 虽然三星医疗名字里有医疗 但目前业务收入还大部分 来自于智能配用店 公司显然将自己体内的医疗业务 看得更重 不然名字也不会改成这样 在2022年的股权激励计划中 公司对医疗服务板块的目标是 2022年营收不低于18.19亿 相当于同比2021要增长32.77% 新增医院数自建加并购 不低于10家 2023年营收不低于22.38亿 相当于同比2022要增长23% 新增医院数不低于10家 2024年营收不低于27.98亿 相当于同比2022要增长25% 新增医院数不低于10家 整个2022年 公司完成体外 五家康复医院的收购来自大股东 同时新设立五家康复医院 医疗服务全年实现营收20.62亿 达成股权激励计划的目标 如果剔除新病表的五家 长州 宁波北伦 南京 武汉 长沙 医院3.22亿营收的影响 则医疗服务全年实现收入17.4亿 内生增长为27% 在极不正常的2022年 这个成绩可以说非常漂亮了 截至2022年 公司的医疗服务板块 占整体营收比例已达22.66% 虽然医疗服务增长迅猛 但距离彻底靠医疗吃饭 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过公司当下的主营智能配用店 业务表现也十分不错 2022全年实现营收68.1亿元 同比正27% 截至2022年底 公司累计在首订单85.91亿元 同比增长28.09% 其中 国内累计在首订单54.29亿元 同比增长19.24% 海外累计在首订单31.62亿元 同比增长46.79% 在两项主营业务集体高增的情况下 2022年 三星医疗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全年营收91.0亿 正30% 归母镜利润9.5亿元 正37% 扣非归母镜利润10.6亿元 正104% 2023QE 实现营收22.5亿 正13% 归母镜利润2.7亿 正64% 扣非归母镜利润2.7亿 正32% 公司智能配用店业务在首订单金额进一步高增 截至2023年QE 累计在首订单金额为97.36亿元 同比增长31.31% 值得一提的是 海外累计在首订单38.85亿元 同比增长59.42% 出海逻辑不断兑现 叠加康复医疗本就十分旺盛的需求 以及大股东不断将优质医疗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三星医疗的中长期增长还是有保障的